海棠花的养殖方法 海棠花花开四锦是中国北方著名的观赏树种 它对二氧化流有较强的抗性 所以常被种于城市街道绿地和矿区绿化 想要养殖海棠花应选择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最好使用土质疏松排水性强的土壤 它比较耐旱 土壤中不能有多余的水分产生 但是也不能太干旱 缺水严重还会导致竹竹死亡 另外夏天需要为它遮阴降低温度 避开强烈的阳光照射 冬季可以给它足够的阳光 在秋天要多施鳞甲肥 春天花芽形成的时候是充分腐熟的有机叶肥 而在生长旺盛期可以适当地加大肥料浓度 除此之外 海棠花落叶后要将枯枝和病枝都修剪掉 简短生长过长的枝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